代表习交所3345名的客户的律师 向司法部南区法院提交的一个动议 就是186号的文件的第一个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去我们新中国联邦的官网 可以下载整个的法庭文件 有中文版和英文的原版的中英文都有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这个呢就是在12月6号的时候 就是之前的刚才这个律师的话呢 他有详细的呢就是跟南区法庭呢 就是讲到就是习交所 他为什么是一个就是合法合规的 而且有非常严格的KYC的一个认证的 而且呢最重要的呢 他是帮助很多想逃离这个中共迫害下的 就是这些中国人可以有自己的财富自由 而且我看到就是这里面不光是有这个从中国大陆的 因为有严格的这个认证呢 所以就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就是因为呢 这个里面有有很多就是从中共国出来的追求这个财务自由 以及不受中共对他的这个财务控制的就是 是这么样一个平台 就是一旦这个成功以后 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就受到了很多的虚假信息的攻击 有很多人呢就是在X也就是在过去的这个叫推特的这个上面呢 有很多人就是说在攻击习交所 还有人呢就是假报案 所以呢大家在这份文件里面可以有看到很多就是这样的例子 所以就像这个导哥刚才有跟我们讲的 就像过去这个GTV也是一样 好不容易给中国人一个可以自由发声 不受中共控制 也不受这个就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封锁的 这个中国人能够发生的这个平台 也是受到了来自这个舆论战的 还有就是虚假信息的 最后导致这个GTV被关闭 那现在呢我看到有这么多的就是有 最起码有3345名的这个洗交所的客户 他们愿意站出来 而且还有很多人是通过露脸的这种方式呢 是捍卫就是洗交所 就是这么一个就是也是就是代表自己的一个权利而发生吧 而且你说这个攻击啊不仅仅 你像这个我记得2021年11月1号 这个洗交所第一天开始上线的时候 当天24小时就受到了上亿次的黑客的攻击 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干的事情 是吧 是的 那那像这种的话呢 那一定就是说应该是一种国家级的力量 对那肯定是中共背后就是中共干的 他为什么怕这个嘛 其实中共最怕的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呢能够有发生的自由和财务自由 所以GTV和这个洗交所呢 就是谁最恨的 那就是中共嘛 对 所以我们就想哈 就是说呃就是像中共的话 他就是也他可以做很多这种派水军呢 或者一些就是说散布虚假消息 他的目的就是想就是发起一个超限战 能就是把这个洗交所掐死在萌芽当中 就跟当初对那个GTV的做法是一样的哈 对 嗯